今天想講一套日劇就是戀仲 戀仲先解一解題 什麼叫戀仲呢? 有解釋的 有達以上戀人味本 簡單來說雙方都有好感 但並非交往中 有美到情侶 但情侶之前的那種感覺 這套戲有很多名字 其他譯名叫做閃力的二次愛戀 是有意思的 因為其實是一個初戀 即是男女主的初戀 隔了約光年後 因為誤會重新撻著 所以第二次的意思 所以整個故事我覺得蠻浪漫的 也蠻好看的 因為其實一開始那集 我已經覺得蠻爭議性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 男女主角是因為一個第三者 第三者的關係 令到產生了誤會 而相隔了一段時間 可能在七、八年 然後蔡松妍愛火 究竟是否會重新撻著呢? 這個是蠻爭議的 簡單來說 你的初戀 會不會 在光年之後 仍然是影響著你呢? 或者是 永遠都覺得初戀 是一個 你會不會想越界完成這個初戀呢? 也會引申出很多問題 這部電影 先講講一些普通的東西 在未進入故事之前 首先 這部電影真的有很多美女 我自己覺得 也挺青春的 感覺 首先 主角 首先 男女主角 看一看就覺得好看 樣子也好看 不是說十分好美 但也好看 OK 接著 男主角的妹 戴完英子 又是美女 OK 那就不僅 接著 男主角就是 福士倉泰 他回公司 回公司 又有美女 即 又是 咦 那個又是美女 即是他有個同事 有個同事 又是美女同事 OK 而他的前女友 是一個 一些 經紀 好像是 房產經紀 咦 又是美女 即已經三四個了 OK 另一個 即是第二男主角 就是倉井祥泰 野村周 周平 飾演 他回到醫院 首先他有個病人 病人的妹妹 也是美女 美女 還有個美女 醫生 在混合 第二男主角 所以整件事 咦 你覺得 這樣看畫面 也好看 咦 周圍都美女 修士方面 中間 十點八 合理 我自己覺得 不是些什麼 你看到一些人的演技 就 普普通通 不是很需要一些什麼 很崩潰的 很需要演員去爆發的一些演技 很平淡 其實 是說一些 純粹是一些 因為他們不是經歷什麼生死 只不過一些 談戀愛的 即是 結婚 談戀愛 這些 普通人都會走的一條路 即是當中的歷程 這樣 不是太驚險 說真的 但是你會覺得 咦 因為整件事是人為出來 但是你會覺得 咦 這樣也挺有趣 這個話題 挺爭議性 故事很簡單 就是 講 福士蒼泰 以及 飾演的葵 以及 野村周平飾演的祥泰 其實是 兄弟 本田翼 明里 這個女主角 那時候已經是 一班同學 當然 明里 和 阿葵 福士蒼泰 其實就是 差不多一對 在那次的煙花大會的時候 就是 基本上 算是試了愛 OK 但因為 明里 第二天就要離開 叫他去第二年的煙花大會 再次相遇他 福士蒼泰 叫阿葵 你再來一次 我們 正式交往 可能下一年 讓大家 自己的人生 平定 之後 一起 誰知道 那封信 被 長泰 拿貴 了 他又 替 阿葵 去了 兼 交明里 交了五六年 還要 交通 交通 好 事情發生 就是問題 長泰 都知道自己 賤格 即是 那封信 自己收起來了 OK 好了 他現在 第一集 就說他 開始 他不知說什麼發生 他覺得這樣 好像對 對他的朋友 阿葵不公平 那 又嘗試 即是 將這個明里 再次介紹 給阿葵 認識 就說 咦 阿明里在這 明里過了六七年之後 就是這樣 你們吃頓飯 不如這樣 看看他們 會不會重現 愛火 那 我覺得這個劇情 是幾 即是 我不知道怎麼說 這個長泰 這個混蛋 這個混蛋 真的混蛋 即是 首先他 混蛋 OK 即是 接著 又要大人大義 又要介紹 給他的 兄弟 認識 這樣 看看他們會不會再拍照 即是 你 即是 我不知道他是一條混蛋 還是好人 但他是一條 溝女高手 即是 又懂得放 又懂 又懂 又懂得捉 即是 你看到整個程度 都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 現實中 現實中 這個故事 當然最後 明里是挑選他的初戀男友 福士蒼泰 其實我覺得明里 如果現實中 是有機會選擇 這個長泰 因為你始終 你對了五六年 交往了五六年 和這個長泰 有場戲 搞了 都不是一些 很普通的關係 但 即是 即是 這些初戀 這些東西 即是 沒有什麼 坦白說 很多人都不是 初戀 就一世 也有人是初戀一世的 但我覺得 其實 長泰 他本身都付出很多 雖然他用的招數 是 骯髒一點點 收回別人的封信 最後 明里 是 放三給明里 去選擇的 所以 他算是 將功補過 雖然 吃了別人的女兒 那 福士蒼泰 其實很明顯 一大陸沒有 整件事 就是 但是 最後很開心 本田翼 和福士蒼泰 結婚了 其實我自己覺得 他們兩個人的演技 不果不實 做到 新人 做到 那種 感覺 這角色 其實不是要 高深的演技 反而我自己 挺欣賞 長泰 其實長泰 是沒有表情的 但他的樣子 是做到 第三者 以及 追女高手 你看到 他 收放自語 正所謂 他去接觸 明理 他很知道 明理要什麼 但問題是 他又 自己 不知做什麼 放生 因為劇情需要 所以 放生 明理 你看到 很有趣 不要緊 其實長泰 他在醫院裡面 已經有一個女生 經常都喜歡他 暗戀他 所以 這些人 我覺得都是 不愁無女 不愁無女 那男主角 那個 蒼泰 其實 他那個 X都不錯 我自己覺得 他其實可以 翻兜 他的X 他是房產經紀 其實 首先是美女 也挺體貼的 我自己覺得 而且 經常到他家裡玩 感覺很進取 他的X 但他又選擇 不跟他在一起 不知道什麼感覺 還是什麼關係 講完這個三角戀 總之 一句講完 就是 浪漫 現實中 我覺得 就未必是這樣 就不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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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長泰 那些人 就是 你交了他 就交了他 就交了他 你又不會放生他 對不對 好搞笑 這樣 另一件 就是 七海 就是 主角的妹 大元英子 其實 都是一個美女 美女 不知為什麼 出奇地多 他的鏡頭 總之 你看到男主角 有一個鏡頭 如果在家裡 有一個鏡頭 不知道為什麼 大元英子 也會有一個鏡頭 都有幾秒鏡頭 簡單來說 明顯是捧他 擺明是 所以 另一個賣點 都是大元英子 大元英子 那個故事 不是很複雜 純粹是 講他剛剛畢業 剛剛有個 就是 主角的朋友 就追求他 這樣 很簡單的 沒什麼演技 可以發揮到 純粹是給他 給他 就是給他 給大家去看 給大家去看 所以 我就覺得 這套戲好看 我自己都給 就是 都給8分 5元套戲 感覺都幾舒服 我看完之後 多謝收聽 先